这事情真的很打妹耶 大家接到诈骗就马上把它挂掉 不要理他 一听到诈骗两字完全心有戚戚焉 艺人吴珊如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前阵子 接到自称知名书店的来电 表示系统问题订单误刷了好几百本书 那我一听就知道是诈骗 所以我就故意跟他说 哦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就扣啊 他说 不是小姐 我们这个可以帮你退回来的 不用浪费这个钱 我就说 不不不不 我钱好多 你扣你扣 吴珊如跟诈骗集团耍嘴皮子 结果对方或许是有业绩压力 不仅没恼收成怒 还超有诚意 无意乱讲 我就说 不会不会 你们老板我很熟 我再打给你们老板跟他说就好 五百本我可以买来送给大家 没问题 谢谢哦 这样 然后就把电话挂掉 应该不知道啦 因为我的名字还蛮容易撞名的 吴淡如的话 他可能就会觉得一定是他 幽默抵抗恶势力 只是最近让他困扰的还有这个 各种一页式诈骗广告 移花接目他的影像 我目前呢有代言的 就是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 除了其他产品之外 当然就是这次Pink Run的工艺路跑 这个是确定的哦 你看哦 我讲话是跟字幕对得起来的哦 很清楚哦 幸好吴珊如说 没有听说有粉丝真的上当 但这种被代言的状况 在演艺圈层出不穷 别人做蛋糕 他玩面粉 偷吃奶油被抓包 彭于晏代言钻石广告花絮 展现帅气魅力吸引粉丝 但得注意别因为照片吸睛 就跟着偶像购买 彭于晏工作室最近po出好多张照片 上头大大写了假 或许因为中秋节就要到了 从大闸蟹到白酒甚至按摩椅 都说跟彭于晏有关 但一切龙喜假 粉丝常买偶像代言产品 还是得睁大双眼 别让有心人能得逞 TVBS新闻李国正式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